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 因为的确我们想去的地方太多了 的确我们知道有很多海外的饲养员支持我们 然后的确因为疫情原因 我们没有机会能够去到海外 但是呢如果等后面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雨露均沾 就是希望能够每个海外的国家和城市都能去到 这也是我们熊猫堂的希望 是的 就是我的护照呢 目前只有巴厘岛一个钱 我希望接下来我们开巡演 把我的护照填满 你们不知道吧 这其实是卡斯进来的目的 他本来不是过来 公费旅游 本来就是想过来旅游的 公费吃喝 谁会做饭 我会做饭 我也会做饭 这个东西 大家无从证实 因为我们 没有一起做过饭 对 没有一起做过饭 我们没有厨房主要是 要有厨房早就炸了 风风 新的Vlog主题出来了 好吧 厨艺PK好吗 可 我又立FLAG了 可以 首先你要找一个厨房 这个我乐狗 这个我乐狗 我觉得可以 然后让卡斯来剪辑 我们去找个日租房 卡斯你来拍啊 那我们就定下来了 然后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谁会开车 这两位 他们三位会 我会开地铁 我有想到一个趣事 就是我前段时间 那个因为我有驾照嘛 然后我经纪人就很 就是让我开了一次他的车 然后 再也没让你开 你知道 我的经纪人什么状态吗 你开啊 你踩油门啊 走啊 然后因为我一直维持在二十三十 那个速度不敢往前开 不敢开 因为他很多年没有开了 但是我是坐过顶顶开车的 顶顶开车 顶顶开车非常稳 比17强 首先啊 那个车我也是刚拿到手 然后会 因为人跟车啊 有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 互相了解的过程嘛 因为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 我跟你说 不是 我跟你说就是 刹车离合器 这个东西 每辆车都不一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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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司机踩的那个 习惯性的那个 就是力度啊 就是真的要跟车 有个互相有个交流的时间的 对 你要我开个两次 我肯定一样 他把刹车放吊顶上 哪里 什么车我开的都还可以了 反正 不用跟他太多的交流 地铁都开过的人 地铁都开过的呀 好了 那我们 你太敢做了 我团里 非要戴眼镜的 因为 你不也在戴 我这是近框了 谁不是啊 对 其实只是为了装饰好看了 然后 谁的头发时间花了比较久一点 我投自己一票 我投这个 因为我有 你知道吗 比较花哨 不是 因为从数据来看 因为每次我们拍摄的时候 卡丝装发时间是最久的 装发时间啊 因为他头发长 我觉得他挺快的呀 不 他做头发其实还蛮难的 就是我自己弄 对 他自己弄肢体效率的 他自己弄很快 但是 你反而是最难弄的 因为发型师 他需要就是拿 他的时间 我两分钟都弄好啊 诶诶 现在焦点在我身上 你们俩要出发 哈哈哈哈 抢麦 抢麦 我不管 哈哈哈哈哈哈 卡丝的头发 还好啦 你就那样吧 好啦好啦 就是 哈哈哈哈 接下来大家 可能每个人 每个人对自己要求和审美 都会提升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 肯定是越来越久 不会断